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有人名声不显 一声碌碌无为 有人却声名显赫 被后人立碑祭奠 正所谓乱世造英雄 三国时期乱世当道 诞生出了无数名士 也诞生出了无数的名将 无论三国正史 还是三国正史 东吴的将领 跟曹魏或蜀汉的一笔 知名度普遍不够 尤其是三国猛将排行榜 预章口就是 一吕二兆三点围 四官五马六张飞 前十位中 竟然没有一位东吴将领入选 莫非东吴果真就没有猛将吗 当然有 东吴猛将甘宁 就是最具特色的 以至于他的嚣张程度 都丝毫不亚于蜀汉的关羽和曹魏的张疗 这里是风云争霸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三国时期的东吴猛将甘宁 从锦帆贼到东吴第一猛将 甘宁跟三国时的绝大多数猛将一样 也是苦出身 比如关羽是逃犯 张飞是屠夫 张辽由于身处边塞 为了保命 自少年时开始 就必须争强斗狠 这才混成了燕门郡的郡力 而甘宁比较特殊 是从无恶不作的强盗 也就是海盗起家的 最初时 甘宁带着一帮兄弟混在西川 也就是刘章父子的手下 身为江湖大哥 甘宁一贯讲江湖道义 倘若发现了客商 甘宁就要跟对方交朋友 倘若对方看不起自己 或是没有招待好 那就对不起了 是你不讲武德在先 灭之 强货 所以甘宁做贼时 小日子过得很滋润 所谓少年不得瑟 老了没机会 甘宁也是如此 海盗船上 紧坐帆慢 头插漂亮鸟语 身上佩戴铃铛 从来都是未见其人 却先见紧帆鸟语 而古中是铃铛声声让人惊 于是多年后 甘宁在江湖中 就拥有了一个绰号 紧帆贼 千万别小看绰号 三国时期有绰号的人 都属于顶级大牛 如卧龙 凤厨 还有三姓家奴 还眼贼之类的 如今又有了锦帆贼 倘若甘宁生活在智市 就凭他这得瑟镜头 绝对活不过三级 问题是当时恰是三国乱世 就注定了甘宁如同关羽 张辽等人一样 依靠武力和努力 是能够改变自己人生的 果然 几年后 甘宁意识到 做贼绝非长久之计 而刘章父子 治下的西川 又非英雄勇武之地 于是甘宁就带着手下 离开西川 进入了荆州 依附于刘表 可惜甘宁还是年轻 那刘表是民事之姿 号称荆州八郡之首 他如何能看得起贼人甘宁 因此 甘宁在刘表手下很郁闷 又自南洋 跳槽到了下口的皇祖手下 并在一次战斗中 斩掉了东吴大将 林操 本以为立下如此大功 皇祖该有所表示吧 哪料皇祖却表示 年轻人别太浮躁 须知 留下你就是你的福报 难道还不知足吗 甘宁无可奈何 一跺脚跳槽到了东吴 果然 时来运转了 周瑜一见甘宁就意识到 这绝对是一个猛人 须知东吴从来不缺水战将军 最需要野战大将 而甘宁却是 上了战船 便是凶悍紧翻贼 跨上战马 就是永贯三军的猛人 于是周瑜 直接把甘宁 引荐给了孙权 并得到了孙权的赏识 由此甘宁就跟了周瑜 果然 周瑜没看走眼 在东吴第一猛将 太史词去世后 甘宁就脱颖而出了 而且还是嚣张地 直接宣称 关宁他算个什么 我咳嗽一声 就直接能下滩了他 比关宁和张辽还嚣张 赤壁之战后 甘宁已经展露头角 而且最让人意外的是 甘宁竟然读书了 当然论读书这事 他比不过吕蒙 因为是孙权亲自劝学 至于甘宁开始读书 恐怕是受周瑜的影响或要求 在周瑜去世后 鲁肃当上了大都督 公元213年 曹操统兵再战江东 跟孙权对峙如虚口 这一次 孙权吸取了五年前 合肥之战 被张辽追击的教训 不再耍帅装酷 跑到战场上去指挥了 但五年前 直接被干成孙十万的惨痛经历 却让孙权耿耿于怀 于是孙权便想先给曹操来个下马威 要偷袭曹营 可派谁前去 孙权毫不犹豫选择了甘宁 就这样 甘宁紧带着一百旗 悄悄摸至曹操军营 猛然一声大喝 甘宁带着这一百赶死队 就策马冲入 一通战斗如风卷残云 曹操也被吓着了 以为是孙权亲统大军结营 连忙组织人马进行防御 可怪事却发生了 刚才还仍喊马斯到处呐喊声 如今却出奇的安静 怎么回事 原来 甘宁已经带着一百赶死队回去了 孙权大喜过望 拉着甘宁的手说道 曹操有张辽 我有甘心罢 足以匹敌也 这一战堪称是甘宁的成民战 从此 东吴第一猛将 冉冉升起 也让孙权心里有了底气 两年后 由于刘备得了西川 拒不执行之前的 割让荆州的协议 孙权决定 跟关羽翻脸 关羽一贯小事 东吴 亲自捅帅兵马 前来驻扎在河边 并向鲁肃发出恐吓 你们再敢叽叽哇哇 我就捅兵过河 打爆你们东吴 这一下子 可让甘宁急眼了 对着愁眉不展的鲁肃 吼道 别看我只有三百人马 但只要大都督 再给我五百精兵 我就教关羽如何做人 我就纳闷了 他有什么可牛的 只要我咳嗽一声 就能吓得他不敢妄动 鲁肃一拍大腿 好 有种 给你一千精兵 就这样 甘宁来了 积极备战设防 而关羽听闻甘宁 统兵前来后 果真放弃了渡河计划 莫非关羽真的怕甘宁 非也 关羽本来就是恐吓战术 能吓滩对方最好 既然如今没有得逞 何必打第一枪 不承担这次毁蒙约的责任 这就是著名的 甘宁咳嗽退关羽的由来 甘宁的嚣张和霸气 似乎不亚于关阿爷 同时 还必须要指出的是 甘宁并非仅是一员斗将 他也有非常靠谱的大战略 由于他曾在西川当过多年的海盗 深知西川的关键 曾多次向孙权提议 灭掉刘璋 吞并巴蜀 再谋汉中 这跟周瑜的那个大战略 是不谋而合的 可惜孙权就是不听 若当时孙权听从了 也就没刘备什么事了 直接被淘汰出局 死时数百乌鸦围绕骑尸 甘宁亡于何时 正史中一直存有争论 有的说亡于公元215年 有的说亡于219年至222年 这个时间段 在三国演义中 甘宁则是亡于公元221年 也就是亡于刘备 发动的伊陵之战中 截至在演义中 凡是三国名将大咖去世 都必有征兆 如关羽 张飞 周瑜 庞同等人 都是将心陨落 赵云是风折松摆 甘宁最让人目瞪口呆 三国演义中是这样描述的 甘宁被沙摩科一箭射中头颅 宁带箭而走 道于腹齿口 坐于大树之下而亡 树上群鸦数百 围绕其尸 显然这里出现了一个疑问 甘宁去世时 为何有这么多乌鸦围绕 到底有何寓意 其一 表示孙权的哀思 据三国之载 家和七年九月 孙权看见宫殿前聚集了好多乌鸦 于是下诏 奸者赤屋急于殿前 正所亲见 若神灵已为家祥者 改年已以赤屋为源 显然对于孙权而言 乌鸦是祥瑞神鸟 还用来当自己的年号 所以三国演义中 甘宁去世时 有乌鸦围绕 便是表达了孙权对甘宁的哀思 其二 对甘宁的尊崇 依照三国演义的逻辑 甘宁是被沙摩科射中而亡的 为了不让甘宁的躯体 被对手夺走 所以乌鸦围绕 事实上 起到了一种保护作用 毕竟三国时期 乌鸦还属于吉祥神鸟 被民间尊崇 因此对于迷信的三国时期的人来说 眼见甘宁去世后 被乌鸦保护 自然也就不敢来夺其遗体了 故而 最终甘宁的遗体被东吴寻到了 吴王闻之 哀痛不已 距离后葬 立庙祭祀 其三 预示着甘宁去世后成神 三国演义中 关于是忠义化身 去世后成神来得最直接 去世后 附体吕蒙报仇 少带着回了趟西川 向刘备告别 最后得到普敬点化 而成神了 甘宁也是一位忠义猛将 三国演义便在甘宁去世后 给予了七个完美交代 是一首诗歌 其中最后两句如下 神压能显胜 香火永千秋 这妥妥预示着甘宁去世后 也跟关于一样成了神 到了宋代 皇帝大家追封历史上的神人 而甘宁因为被神压环绕 也被封为了神旗 南宋时期 甘宁又被加封为 朝义舞会 浅爱灵险王 更添神秘色彩 不知道 大家对甘宁这位大将 有什么样的评价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高谊 阿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